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那会儿还不叫欧洲 现在让我们看看欧罗巴又做了什么奇迹的梦 你想干什么 把这孩子给我吧 你知道我是多么的喜欢这孩子 什么话 比你更爱这孩子 这是我生下和养育的女儿 可是命运之神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不妨看看这孩子的意思 可爱的欧罗巴 跟我来吧 我将带你到万王之王宙斯那里去找属于你的生活 我为什么没有拒绝这个陌生的妇人呢 看哪 她不反对 把孩子还给我 她是国王的女儿 在这里 她将得到比常人更多的爱和幸福 你这个陌生的女人 怎么能平白无故的把她带走呢 看 她已经在我的怀里睡着了 我怎么能在她的怀里睡着呢 好奇怪的梦 真切的 就像是真实发生过的一样 我怎么还能看到梦的影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陌生的妇人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我会觉得她走向我的样子很可爱 她要把我带走的时候 我竟感觉到她对我有一种母亲般的慈爱 她为什么那么想把我带走呢 神啊 让这个奇怪的梦成为一个好兆头吧 先等一下 怎么不讲了 别急 我忘了给你们介绍两个重要人物 他们在整个事件中 可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她是爱神丘比特 不 丘比特是罗马神话里爱神的名字 在希腊神话中 这个长翅膀的爱神叫鄂洛斯 她的妈妈就是著名的美和爱女神 名叫阿弗洛迪特 也就是罗马神话里的维纳斯 哦 这是她呀 真好玩 你说这母子俩干嘛天天用剑射来射去的 我也想射剑 这一天 母子俩来到了众神之王 宙斯居住的奥林匹斯山边 正通上宙斯在给众神开大会 瞧啊 万王之王宙斯又开始他的长篇大论了 是的 我们要回击一切藐视我们的行为 让他们知道我是不可征服的 不可征服的万王之王也只有我们能征服 就在同一时间 欧罗巴和他的两个伙伴正在奥林匹斯山山脚下采花 他笑得那么开心一点也不知道有一只剑提心血像 喂 欧罗巴 快来看 这好多好漂亮的花 这里有更好看的 水仙花还有玫瑰 还是水仙更可爱 哎呀 这怎么又不喜欢树仙花了 这还看不明白 他中剑了 当然就改主意了 你们瞧呀 什么剑能让人改主意呀 当然是爱神的剑了 可爱的姑娘 用不了多久 你的命运就要被我这一剑改变了 与此同时 爱神射出的剑在宙斯身上也起了作用 啊 我看到了什么 怎么了 宙斯 我 今天就到这儿吧 这个人间女孩比我身边的所有女神都要美丽 可是我如何接近一个人间女孩呢 哦 那里有很多的牛呢 对 我可以变成一头牛 一头可爱的牛 嗯 嗯 嗯 瞧 那牛多好看 牛有什么好看的 好看 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牛 它的目光多么和善 神情多么高贵 哦 它真可爱 喂 你们来呀 这牛非常可爱 我们骑一起怎么样 你怎么会想到去骑牛 它不是一头普通的牛 非常温顺 它的眼睛会说话 算了吧 欧罗巴 我们该回去了 那我也要骑一骑 那我也要骑一骑 快下来 欧罗巴 你会伤着的 就像坐在椅子上一样平稳 真的 真的 欧罗巴 快停下 好牛 停下吧 求你了 欧罗巴 这可怎么办 快回去 好牛 你这是疯了吗 欧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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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呀 海里什么也没有 我们都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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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梦 这是我生下和养育的女儿 可是命运之神已经答应了我的请求 可爱的欧罗巴 跟我来吧 我将带你到万王之王宙寺那里 去找属于你的生活 难道 前面有一块陆地 这是什么地方呢 原来这一切都是 命运安排 做我的妻子吧 欧罗巴 你将成为这陆地的主人 可我的父亲 现在一定正着急的到处找我 是 如果我是父亲 也会这样 我怎么能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嫁给一个陌生人 那荒蛮之际度过我的一生呢 那还能怎么样 回到我的家乡 要不 死在海里 你别的死掉 人哪 把那头坏牛交给我吧 不要开启特的身体 我要把他的脚 平息你的愤怒 欧罗巴 你命定要做万王之王宙斯的人间妻子 你的名字是不朽的 从此以后 收拢你的这块大陆 将被称为欧罗巴 谁稀罕 欧罗巴 游牧民族发现了海那边的欧洲大陆 在那里定居下来 还有 他们可能是一副多妻子 说不定还要抢婚的习俗 和中国传说中的人皇分九州的故事相比较 还能看出 以农业为主的中国 重视规划 把土地分成便于管理的几个部分来开发治理 而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更重视在游动中发现 一个小女孩被不良神仙合伙欺骗的神话故事里 就能看出那么多东西来 神话并不神秘 也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神仙 神话故事绝不是凭空捏造出的 它是加工过的人类历史 总有它的现实生活依据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史料和我们的生活经验去措断它 厉害